現在遭到砲襲死傷很慘重的 加薩的阿里阿拉伯醫院 目前還在繼續的運作當中 急診室裡的醫生是日以繼夜 幾乎沒有在睡覺來救助傷患 但這不是最心痛的 最心痛的是傷患裡面有40%都是小孩子 而且很多都已經變成了孤兒 那我們看到這個最新發布的衛星空照圖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醫院的這個區域 很大一部分都變成焦黑一片 還不斷冒出濃烟 但究竟是誰空襲這個醫院呢 將近造成了500人死亡 以色列和哈馬斯都不承認 那麼以色列的國防軍和美國口徑是一致 都認為就是伊斯蘭聖戰組織發射的失誤 並且誇大死傷人數 但也有不少人認為 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兇手 那我們就來針對這部分 繼續來探究下去 現在美國一票否決 以巴暫時停火 那麼伊朗警告以色列尼的時間也到了 先看到我們這邊這半部 現在加薩醫院呢 受到這個空襲造成了數百人 以500人死亡 那以色列跟伊斯蘭組織 現在互控對方 是這場意外的元凶 不過我們現在主意看到 美國總統拜登呢 是支持以色列的說法 他說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 是襲擊加薩醫院的真兇 那麼現在白宮也做一個認證了 再來看到以色列國防部也說 他們公佈了一個錄音檔 這個錄音檔是哈馬斯特工之間 在聊天的對話 他們在討論的是2023年10月17號 在阿赫利醫院附近發射火箭失敗的事情 所以這也證實了說 他們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元凶嗎 沒有 因為現在這個錄音檔被很多專家認為 這不見得是真的 此外他們也有人說出一個質疑點 就是哈馬斯並沒有這麼強大的活力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空拍圖 衛星圖 有這麼強大的活力可以炸掉整個醫院的這個部分 所以對於是不是哈馬斯跟這個錄音檔 還是一個存疑的部分 再往下看到伊朗外交部長的阿普杜拉西洋也說到 呼籲所有的伊斯蘭國家 對於以色列實施立即及全面的禁運 包含了石油的製裁 還說到時間到了 那現在哈馬斯炸開了 以色列政府的微信 總理的納坦雅胡呢 恐怕也很難續認了 我們回到這個加薩醫院 在17號遭受到這空襲 傳出啦 目前傳出是有500人上身 死傷多半都是為了逃避戰火的平民 那哈馬斯也指控以色列的攻擊醫院 這個行為真的非常不好 不過以色列否認 還公布了錄音表示 是伊斯蘭的聖戰組織 誤擊了飛彈射到了醫院 那連美國總統拜登也說 這似乎是恐怖的團體發射火箭失敗後 擊中醫院所導致的事情 這起事件似乎也變成了羅生門 那台大教授呢 也舉例正在分析的這個飛彈的軌道 推論是以色列幹的 進一步來揭秘從動機論來說 以色列總理納塔掩湖的 的確有可能這麼做 我分析一下 這個絕對是以色列幹的 我們只聽過10月7號哈馬斯 對於以色列發了5000枚的火箭 你知道那個火箭 哈馬斯能有什麼武器 坦白講 基本上就是大型沖天炮了 就是說把那個拿了大陸的 做的那種瓦斯桶切到一半 然後裝了火藥要衝出去 土製 就土製也好 不管怎麼樣 因為整個加薩被關得很緊 怎麼可能就是那些 而且那個摩薩德 他們基本上也是查得很緊 那個火箭也不是第一次 第二點的話 我們沒有聽說過 那個吉哈 就那個聖戰組織發過任何火箭 然後一枚就打到醫院去 我跟你講 你任何一棟大樓當中 一枚土製炸彈 就可以殺掉五百個人 你五百隻雞你都殺不成 但是我們可以從第三點來講 以色列發的飛彈 導彈 一顆就打到一棟樓 你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有一棵三棟樓排在一起的時候 一棵左邊 一棵右邊 再一棵中間 我跟大家強調幾個重要的觀念 以色列人跟我們的文化很不一樣 我們是什麼什麼以德抱怨什麼以和為貴 以色列人是血在血藏 加倍奉還 什麼加一百倍奉還 你只要死一個以色列人 這是第一點事情 你知道到目前為止 以色列手上 就是哈馬斯手上 還有以色列人 將近兩百個人質 到底是誰搞不清楚 死生死都不知道 然後以色列的總理 納坦雅夫他說過 你放心好了 我們會讓你很後悔的 他就是要搞這一套 我想再追問一下這個院教授 那你覺得為什麼 就是說鐵口之端應該是以色列人 他從中間得到什麼好處 當然就他必須要有動機 動機除了復仇之外 就是強烈的復仇意願 我管你什麼 語論反轉 是嗎 這個動機非常明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拜登急急忙忙跑去 拜登太急了你知道嗎 就布林肯順便宣布的 那個時候國內的媒體還在講說 拜登到底會不會來 有的柯米講說會來 有的又是布林肯說會來 但是也有消息講說可能不來 因為太急了 拜登來之前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運用美國的力量 跟哈馬斯協調 以色列的人質的問題 以色列的那個總理叫納坦雅夫 他基本上是個超級硬派 基本上是個瘋子你知道嗎 對不起講這種話說不應該 但是我實在是太激動了 他基本上認為說 以色列的人質要是文質一旦解決了 那以色列這1400團命對他來講 他交代不過去 他本來的位置就非常不保 前一陣子以色列抗議 為什麼抗議 因為我們都知道 民主時代行政立法司法 他居然把司法權廢掉 然後因為貪污的問題 然後法院對他不利 以前前一陣子以色列鬧到 連飛行員都拒絕上飛機了 現在不得了 這場戰爭讓他團結起來 這個局勢對誰有利 只有對他一個人有利 他的個人政治生命 當然因為對他而講的話 因為他本身 納坦雅胡斯在以色列非常有名的一個姓 他哥哥是很了不起 所以你覺得這個炸議院這個動機 是希望破拜登的接觸戲碼是不是 對 這是個陰謀這是個動機 因為拜登這麼大年紀 趕去以後 啥事也都幹不下來 所有的人全部講說 你開玩笑 你幹了這種事情 那誰幹的 那當然對他有利對不對 因為你拜登一協調以後 美國又變成中東老大了 然後那個又跟哈馬是什麼 以色列要握手言換 但是以色列現在國內的輿論已經大到 根本沒辦法提下來 在美國都非常嚴重 你要做這件事情一定要有動機論 就像警察找殺人兇手 一定是從動機開始找 那以色列這個動機看起來是有的 那請教一下以色列講的這個呢 巴勒斯坦的這個伊斯蘭聖戰組織 他們有這個動機去炸議院嗎 哎呀他們既沒這個動機 也沒這個能力 把一棟大樓炸垮的導彈 我們將軍在這邊 一棟大樓一顆大樓就垮掉 才可能壓死那麼多人 否則沒事幹的話 怎麼可能進去 你拿機關槍掃射 掃射五百個人 你要知道要掃多久嗎 那我們剛剛提到美國拜登這邊 在這個整個過程 也佔了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所在 美國總統拜登也提到很多他的想法 像是23號 將宣布空前的援助以色列方案 也會對巴勒斯坦提供 1億美元算算台幣是32.4億元的援助 此外呢 埃及總統同意 讓多達20輛卡車運送物資進到加上 但因為要修這個路 可能要20號才會開放 再來以色列不應該重複 美國在911事件犯下的錯誤 不要被憤怒蒙蔽了雙眼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有如 15個911的攻擊恐攻 那麼講完了美國總統 現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也有話要說 他說到與阿拉伯領袖在通話 也譴責哈馬斯攻擊以色列 將撥款3.2兆來援助加薩 對於這部分來講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是在18號投票決議一項決議 這項決議要求以巴暫時停火 以允許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薩地帶 不過這項決議遭到一票反對 就沒辦法通過了 那反對的是誰呢 是美國 美國反對 我們來看當時的畫面 有位於是 提議的 提議要求是 提議要求在 後方的 研究 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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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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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到這項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草案 是由巴西提出來的 要求以色列和哈馬斯坦的哈馬斯武裝分子 暫時停火 以允許人道主義的救援 進入到加薩地帶 安理會12名的成員國 這項的草案文本投了贊成票 而俄羅斯和英國投了棄權票 只有美國反對票 也導致人道主義的救援 沒有辦法進入加薩 但唯一反對的美國表示 反對的原因是什麼 是草案沒有強調以色列的自衛權 那我們先看到 關於這部分來講 現在以色列的政府威信被炸掉了 總理呢 他們也有話要講說 以色列不會阻止物資從埃及進入加薩 不過物資只能是糧食 飲用水和醫療的用材 用於救援加薩南部的平民 和撤離那裡的人 並且必須確保不會流入哈馬斯手裡 那美國總統拜登呢 在18號訪問以色列 並且以台灣時間作為10點發表演說 告誡以色列不應該重複 我們剛剛提到 美國在911所犯下的這項錯誤 不過他也說到了 巴勒斯坦伊斯蘭激進組織哈馬斯呢 對以色列的攻擊是15個911的恐攻 從這次攻擊被判了 我們看到它是911的 但在911的形象 但在911的形象 比以色列的形象 是15個911的形象 好像15個911的形象 這次的形象 可能是不同 但我確實這些恐惡 都被刺激進去 一些種種的 感受在以色列 就像是在美國的 这起事件也造成很多地方的抗议 数千名的示威者 多数是犹太和和平主义者 以及团体呢 在台湾时间19号 前往了美国国会山庄抗议 那其中有数百人冲进了国会的山庄里面 占据了大厅占抗议 至少有300人遭到警方的逮捕 我们来看当时现场的画面 大约350位的示威者呢 占据了国会山庄的办公大楼 他们采取静坐呼口号以及唱歌的方式 诉求除非国会要求加萨停火 否则不会离开 那么参与者身穿黑色的T恤 上面写着犹太人说立即停火 不过这些示威者 随后都被警方一一的带走了 另外美国国会大厦外面 也有数千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声援巴勒斯坦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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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